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erman 今天我們四個人去超級輕鬆路線郊遊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今天去做一個慈善活動 這個慈善活動是由環保觸覺每年都會舉辦的六步郊野 六步嗎?一、二、三、四 綠色的綠 六步郊野,每個人身上有什麼綠色的東西? 對,六步郊野身上有綠色的東西 也有的 這個算不算是綠色? 這個算不算是黃色? 這個算是黃色,你認識嗎? 綠色 綠色的口罩 綠色 綠色 綠色的一間… 你有沒有綠色的東西? 我可以給自己一個綠幕 這個也算是綠色,對吧? 綠色的袋子 綠色的袋子 每年都不同 今年行香港洗水塘慈善行 而今天我們在全電路線非常輕鬆 只有五公里而已 起碼也行五個小時 那就不用了,看你怎樣玩 這五個小時…不,這五個小時 這五公里裡面是會有任務要做的 還有一個叫做Bingo 大家要找到這裡 在Bingo卡裡面數到的東西出來 有幾冰?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團體版的活動 所以我們就一起團體合作 找到這裡這麼多東西出來 我不找胡椒 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它 自己製造出來 不,可能是直接帶走自己 帶走自己 自備水樽? 我們有了 一開始已經完成了 一開始已經搞定一個了 對 有沒有自備水樽? 我沒有水樽,我只有水袋 對,都是自備的 水袋 有一個活動很適合你,小金 不對 就是找這個蝴蝶 不對 消息 這些蝴蝶自己跟著我 這個要拍攝野豬的橫額 拍攝野豬橫額 有啊,剛才一開始就有了 叫人不要餵野豬,你不拍我 這個Bingo卡很搞笑的 它有兩個位置是隱藏任務 為了這個活動吸引性 我就不把這個隱藏任務公開 大家有興趣就自己找 這個蝴蝶行分了兩段路 有一個無障礙蝶行 三公里 歡迎輪椅人士參加 在這個香港仔水塘起步 然後經過香港仔相見樂園 然後去到這個香港仔上水塘主吧 香港仔水塘道做終點 全條都是石屎路 在往香港仔上水塘這個方向 看到一個閘 在閘沿著這個公園徑走就會到 如果輪椅沒有障礙那條 去到這個位置 就要向右轉回香港仔上水塘 無障礙通道 寶寶車、輪椅都可以走這裡 輕輕鬆鬆去到這個香港仔上水塘主吧 但我們今天走的是全段的慈善行 由香港仔水塘道去到灣仔俠公園 會由水塘道起步 沿途經過香港仔下水塘 再去上水塘 然後再去金夫人池馬徑 最後在灣仔俠公園做終點 說了一件事 今天和我們一起來這個慈善行的 還有文在這裡 當然 有阿晴姐在這裡 還有阿小金在這裡 當然還有我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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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Go 要來到這裡的方法非常簡單 我們的方法就是在中環的郊域廣場 乘坐7號巴士 其實很多交通工具都可以來 下面這裡是一列過的交通工具 之後我們會在第29個站 魚光村的海鷗樓下車 下車之後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就要向這個方向轉 然後就向右走 就會開始下一條石屎斜路 一開始就是石屎斜路 開心 倒轉走好像沒那麼抽筋 但是你是刺筋 但是倒轉走 開始來到我們的起點 就開始我們今天的慈善行之旅 第一個景點 我們首先會去香港仔下水塘 由下水塘登上上水塘 在這個位置一直走 就是一個很完善的石屎路 所以今天這條路真的是一個合家歡路線 說這麼快來到香港仔海水二號配水塘 我們依然一直一直直走 如果今天不是下雨的話 我想帶上豆豆、杏子、Phoebe 還有小黑他們來 當你下雨的時候又想逛山 又不想逛那麼辛苦 唯有逛逛家後經 水塘 水塘 鬆一下腳 舒服一下 沒有那麼辛苦 下雨也可以 今天走多幾步 我們來到這個神運園地 有些椅子和椅子可以休息一下 剛剛阿晴就上去神運了 省號太極犬出來看看 一個大西瓜 提開兩邊 你一半我一半 吃光了 這套是什麼犬?西瓜犬 什麼來的? 扮它 笑死? 有了,看到了,鷹 在天空飛翔 煞眼即逝啊,大哥 你知道這些鏡頭多難捕捉嗎? 這些鏡頭 下雨也有鷹 什麼?下雨不怕,下雪也不怕 好像我們一樣 說這麼快 在這個神運園地旁邊 就是這個香港仔海水一號沛水庫 繼續直走 其實這裡的沿途都挺滑眼的 看到綠色的東西 是有做眼睛健康發展的 你今天都好像一棵樹 真是綠布郊野 很綠,整條綠色的步道 我們很快來到這個香港仔 上沿水抽水站 見字抽水 不不不 不可以說的 抽水可以了 被人註冊了 我們現在註冊見字抽水 我們在這個牌子 再走前一點 然後轉右邊 就是這個下水塘 很快我們來到下水塘 轉進去看看 我們先來右邊 我們先來吧 我們先來一下 一個水塘 小水塘 什麼水塘 幻達夫 這是什麼水塘 這是什麼水塘 你先來ci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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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我的镜头下,粒粒都是天王巨星 那你隨便拍吧 有什么看? 哇!玻璃水 我們看完香港仔下水堂的景色之後 我們要走到剛剛下來的位置 這裡有個牌子 他就會告訴你 你在香港仔水堂沿途 看到的所有東西 他都介紹得非常詳細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剛剛我們在下水堂 看到那個位置 看上去是會離遠見到一個紅磚的建築物 那就是這個下水堂的泵房 和下水堂的化學原料廠 然後 然後繼續沿著香港仔上水堂的方向 一直走 什麼事? 整個蝦子 喂 原來是金坡 你也扮得很神似 好了,走了一會兒 我們會看到一個掌上壓原地 嗯? 你在這裡做了什麼? 哇 不好意思,我下了它 但是地上很滑 來吧 不好意思,我是下水堂 不不不不 我來示範你 我來示範你 哇,地上滑 都說的 這個就是有點過分 是嗎? 那我們繼續沿著沙石泥路 一直向前走 那現在呢 就要去這個香港仔上水堂 再走前一點 我們會看到這個側跳 3號 3號 側跳 就是這樣想 I show you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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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how you 那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樓梯 在遠方 不要緊的 都是輕鬆的 沿途都是相對平坦的 這個布枝是什麼玩法 裝浪費 哦,我原來是這樣 這個是喪屍嗎? 童心未聞 你滑下 我覺得會很好笑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走樓梯方式 走樓梯的方式 我通常被人抬上去 OK,原來是這樣 我是樓梯 為甚麼 我是被人踩上去的 走了一會兒 我們這群同心未敏的成員 又發現了一些新奇有趣的東西 你在做甚麼呢 好滑啊 我下不回來 你笑死的 喂 童心未聞二號 原來真的是 原來真的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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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you show you 為甚麼你捐到出來 不如你正正常常地爬個猴子架 好滑好滑 好了,爬完這個充滿刺激又好玩的猴子架之後 我們繼續向這個方向走 嘗試走這條挺有味道的鐵橋 咦? 這裡是樣子我起了 有沒有人要試試? 分開做嗎? 怎樣分開? 上半身和下半身分開嗎? 樣子和我分開啊 每天起床都做了 所以這個可以錯過的 OK 那我們遠遠會見到 上水塘的壩 見到這個位置 有沒有很熟悉的感覺? 沒有甚麼特別熟悉的感覺 你想熟悉的是 是你的航拍機炒了 還是Daisy到處走呢? 兩樣都是很有特色的味道的回憶 因為第一條影片 我們在香港仔上水塘之前拍過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回這裡 我是上一條片 不是,我會放了一幅圖 然後起我的頭 沒錯 之後我們沿著梯級走上去 看到甚麼? 有刺的植物 有刺的植物 我們又種Bingo卡 其中一樣 有刺的植物 上水塘的壩掌在我們眼前 我記得以前拍過一條片 是可以下去下面的位置 不過現在鐵閘就封了 但大家都不要下去了 免得違法 然後現在就上 唯一有少少挑戰性的東西 樓梯 太大挑戰了 嘻嘻 上來 我們來到這個 香光劑水塘的少校區2號場 我們看到 猴子 你說你自己香光劑這樣的音 香光劑嗎? 哪裡香光劑啊? 你這樣嗎? 這個是林海峰的香光劑 這個猴子究竟怎樣? 你們首先進了這個位置 哎呀 哎呀 我進到了 喂 猴子,你是不是可以全部吸收? 你示範一下 你先示範一下 烏鴉都笑你,你看 很害怕嗎? 哈哈 衝不到 剛才是要進去 它不夠高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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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秒跳的人才可以做到的 你看一下阿文 你再看看阿文 阿文是闊過那兩顆東西的 他的肩膀夾住了 那你是不是要示範一些東西? 不要拍腳 好 卡拉 不,要踏過去 跨過去 不要一格一格 嘻嘻,看起來很辛苦 看起來很辛苦 看起來很辛苦 站著的,真可憐 我們來看看正宗的示範 嘻嘻 嘻嘻 這個好像在熱帶雨林的 紅毛大猩猩那些 嘻嘻 不不不不不 我示範你… 你這隻手真的很難爬 不,你試試飛過去 不要一格一格 像跨格 跨格 跨格 轉到 縮過這隻腳 越來越矮 縮過這… 繞圈 對,你已經可以落地了 膝蓋到地 結束 你真是猴子 捐力頭 我都過不了它 咦? 從這條樓梯上來 我們看到這個猴子架 之後就繼續沿著這個方向走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個就是上水飽的東西 我們先放飛機 在這條樓梯上來 我們先放飛機 在這條樓梯上來 我們先放飛機 在這條樓梯上來 我們先放飛機 我先放飛機 我先放飛機 來吧 我們先放飛機 我先放飛機 我先放飛機 去那邊 我先放飛機 我先放飛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eah! Amazing! 整條金夫人池馬徑都是石屎路 如果想看晴天版的香港仔水塘 加上金夫人池馬徑 加狗仔版 對,加狗仔版,歡迎看我們舊的影片 好了,到這個位置 一條路,一條路,一條路 我們看著牌子 向著彎仔峽的方向 走到這個位置 繼續走到我們的終點 現在走到一半,有人要進食 但會有食物包裝 那要怎樣做呢? 自己垃圾,自己帶 對,Bingo的遊戲也有一部分 好了,根據我過往的經驗 應該是走多幾步 上完樓梯之後就會看到 有戰士遺跡 如果它沒有倒塌 那倒是呀 經常性日久失修 又生日傾死 不知道是否還在 有個窗那個呢? 對呀,對呀 是這裡 來到Daisy下山的地方 對呀 我進去看看 看看 是不是還跟舊時一樣 對呀 窗還是打開的 看看 進去避雨? 上次也沒有好好看過這裡 嘩 嘩 嘩 那個真是什麼 嘩,原來裡面也挺貼的 這個下面的手伸出來 不是吧 有人住的 有人住在雕堡嗎? 有人住在雕堡嗎? 賣錢,賣家租 舒服 待會不要讓我拍到一些不知道什麼 就行 都是用一隻手伸出來捕魚 嘩 我的頭也不敢進去 小馬山那條就是金督持馬徑 這個香港仔 灣仔盒這個位置就是金夫人持馬徑 看來他們兩個都很喜歡池馬 就是騎馬 這條是不是就是那條橋呢? 這條這麼有歷史的橋 應該就是那條 叫金巴大橋 下面這個應該是金巴石間 走走走走 又一個了 不過這個封了 跟上次那個一樣 在雨中萬步 港島勁 H 040 繼續走 但是下雨走一點都不輕鬆 對 人家一步一抓 我們一步一絕腳 喂 走了一會兒又有橋呢? 還是這條才是那條橋呢? 今天很大水 我站著那個山都很大 這條才是那條金巴大橋 下面這條才是金巴石間 最好走走那些地方 不要走那麼出 我找到了 你找到什麼? 有刺的直律 在哪裡? 在我隔一看 勾住了 喂 輕台給我面子放一放手 勾住了 我想說這個是小金 剛剛回彈 彈回來 那裡不是啊 它刺刺的 救命啊 OKOKOK 喂 快一點 不是 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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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好玩啊 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繼續沿著灣仔俠 上幾階樓梯 對 我們去到最後 臨上灣仔俠 都會找到一個賤號 有興趣打卡的朋友 拍下它 記住 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進去 不進 不進 跟上次一樣都是不進 對 你上次自己進去 有興趣的朋友 記住去回 上一條片 對 看上一條香港仔水塘裡面 差不多完了 看到這裡 金夫人遲馬勁 這裡 可以一直轉上去 我要戴眼鏡 由醫夫人變金夫人 不是 你們都是小金夫人 你們真正的金夫人 走 金夫人 又有了 衣附植物 沿途很多 其實這個Bingo很容易玩 大家真的要試一下 完了 出回來了 我們來到灣仔俠 好 好了 在這個位置出來 我們看到 香港仔街公園的牌 我們向左邊轉 我們進入灣仔俠公園 我們回到灣仔俠公園 經過一日輕鬆的慈善步行之旅 大家覺得怎樣 簡單 簡單 真的有走了六步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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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太小 是不是 將走過的轉過來走 對 將走過的轉過來走 因為我們上一條片 是這條片的倒轉版 OK 希望多多參與這個慈善的活動 我會把這個報名的連結 和活動的詳情 就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還有呢 原賽是會有禮品的 那有些什麼呢 就會包括這個活動紀念章一個 對Overlander環保飲館 及環保袋套裝一個 還有這個 購物優惠券一套 還有這個YAS 這個行山寶貼五程 那麼多 那就是這樣 那這條片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讚 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按讚 分享 那我們就下條片再見 拜拜 好